今天有個好消息 中國大陸的國產客機 我們帶大家來看 C919以及ARJ21 今天12月12號下午 首次抵達香港 這也是這兩款機型第一次 出訪內地以外的大城市 我們先來看看 就大約兩點鐘降落香港國際機場 相隔幾分鐘之後 C919也都飛帶本港 機場背水門禮迎接 星期三會有歡迎儀式 之後兩架飛機會停泊在機場 作靜態的展示 期間會邀請航空業界 青年團體等等的代表登機參觀 全世界都在看C919 接下來還有C929 這個是中國自己產的 相當於A320跟波音737 是單通道的 我個人覺得 這是中國的另外一張新的名片 中國已經有高鐵這個名片 然後現在又有一張高科技 高技術的代表 就是C919 那C919也會讓更多的香港人 覺得中國人真的站起來了 那依靠著自己的祖國 可以讓香港可以讓整個國家 更加的有自信 因為打破了歐美 對於整個全球航空業的壟斷 那C919目前的訂單已經1000多架了 看起來它會越來越多 現在的對於C919的問題是在於 它的產能如何加速 如何擴大的問題 如果它的產能越加的加速 它的交貨速度越快 相信它的本身的訂單 會越來越多 那當它訂單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們本身 我相信C929的研發的速度 也會越來越快 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洲際的 因為這是屬於區間的 對 國內的 其實也可以到日本 也可以跨國 只是它是區域間的飛機 也就是說中國 例如說北京 東京 北京 首爾 或者是你從福建到香港 甚至從廣東到河內 這些都沒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它是5000公里內的飛機 所以在整個區域間的 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飛機 那如果說您在東南亞的話 您就會看到它飛到香港 其實也就是告訴東南亞的國家 你們可以來採購 因為它很適合 東南亞的這些支線客機來使用 那這樣的話 它們就不會受限於 這個美國波音 或是歐洲的這個空客 有另外一個中國的C919的一個選擇 我覺得這個是 未來很多國家 包括非洲 拉丁美洲 或是亞洲 很多國家的區間客機 它都會採用這款飛機 所以這款飛機它的產能一旦到位 我相信在未來 它的那個銷售量是會壓越大 沒錯 我們說中國驕傲真的就是這樣 一步一腳印 扎扎實實的 但是菲律賓在搞什麼鬼 最近呢 我們知道南海就已經很不平靜了 今天又曝光了這個照片 菲律賓兩位將軍登上仁愛礁的 馬德雷3號的費劍 穿軍裝 然後拍照片 宣示主權 我只能說啦 拍了這個照片 然後呢又怎樣 而且他們一開始是偷偷摸摸喔 假裝成平民 然後呢 說我是來補給的 然後上劍之後呢 再換上軍裝 然後這樣子拍照 說是宣示主權啦 但中方定義啊 你這是幹嘛 你又故意挑釁是不是 但是喔 如果我們看到了 在海上的這個實力喔 菲律賓真的是不堪一擊 不是對手 12月10號的時候啊 中方那時候海警就告訴大家 菲律賓的這個 尤納扎5月1號艇 故意衝撞陸艦 所以呢 就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海警呢 就使出了一招水炮 就一打你知道嗎 直接打發打到報廢了 然後還被另外一艘船 給拖走了 這個教授你怎麼看呢 這個一個中將一個將軍 跑到這個船上面 我覺得菲律賓今天做這些事 基本上是美國要他這樣做的 他是完全配合美國的指令做事 那為什麼美國要他這樣做 美國想在國際間製造輿論 所以他同時也帶了媒體記者 而且也策動了法國 德國 英國等 他的這些老牌的盟友 他們的官方的媒體 都在同一時間 那麼採用一個看起來很明顯的 就是中央廚房 供應的那些新聞稿 那些材料 畫面是一樣的 內容幾乎是大同小異 甚至有些地方是連一個字都不改 就直接在他們的媒體裡面登出來 那這樣的情形就是他們要製造 所謂的國際輿論 然後要給中國大陸施加壓力 但是我覺得美國採用的這些伎倆 這些動作基本上來講效果並不好 首先我們看到在整個美洲 在整個美洲大陸 中美洲跟南美洲 絕大部分的國家 對這個新聞根本不採用 所以就有美國人自己在報導 在歐洲的國家 就法國 德國 英國他們在用 其他的二三十個國家 也不把這當作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那東盟的國家裡面 你看到這次習近平到越南去 成功的訪問的時候 您看到的結果就是什麼 菲律賓是孤立的 李顯龍還指責菲律賓說 你到底要搞什麼 對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那菲律賓內部裡面也造成分裂 內部裡面我們看到他們的 最南方的棉蘭老島 的這些反政府的力量起來了 還有就是南方的杜特地 跟小馬克斯分道揚鑣 然後再我們來看看東北亞 這個日本跟韓國嘴巴壁裏緊緊的 他們也不想淌這個渾水 對 好 所以美國的那個伎倆 在全世界理論中沒有發生效果 對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中國大陸對菲律賓的這些做法 已經越來越不客氣了 沒錯 剛才這個賴教授已經提到了 中國的態度越來越硬了 首先我們包括我們來看一下 離這個破船旁邊40公里沒計較 解放軍已經出來了 解放軍也在那邊了 072兩棲登陸艦 0553H的護衛艦大型的海警船 來052C052D七艘軍艦 那其中呢 072登陸艦 顧名思義他就是可以登陸的 他可以運200名全副武裝的士兵 跟10輛的坦克 他是可以進行兩棲登陸的 所以菲律賓你還在鬧什麼鬧 然後呢 這一招不曉得是不是也是美國叫他做的呢 馬上的這個 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就說 我們已經召見了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西連 有可能我們要把他列為 不受歡迎的人 這黃西連也是除辯不驚 那我也告訴你 黃岩島仁愛礁是中國固有領土 而且是無可爭辯的主權 大陸的態度很明白 你美國再怎麼收拾 菲律賓怎麼鬧 中國大陸一步都不會退讓 對 如果你菲律賓現在要鬧到這個程度 那中國大陸之前水柱是噴在你的船前面 現在就直接對著你噴了 那以後更不會客氣了 既然你們一直玩這種 見不得人的手段 就是這些軍人穿便服混進去 然後上來以後再穿回軍服 然後在那邊拍一張照打卡 再換回便服再溜走 如果要幹這種事情的話 那以後就更不客氣了 該怎麼盤檢就怎麼盤檢 該怎麼檢查就怎麼檢查 這第一個 那你要碰瓷那就來撞 中國的船比你大 然後你如果再囂張水柱噴 如果真的不行 那麼不排除就直接登陸 直接登箭 把它該抓的人抓走 該把這個廢箭把它打掉就打掉 應該也不用忙 據很多消息說 那艘船真的已經破到 快要自己解體了 那就是因為快要解體 所以他們美國現在著急到不行 然後要去用箭材把它鞏固住 所以他們也知道 他們知道 所以他們要趕快把它鞏固住 這些都是美國人叫他們做的 哎呦 美國的伎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有關烏克蘭 我們先看菲律賓還在那邊幻想說 明年我們要有一個 八國聯軍的聯合巡演 在南海 好 這些國家 首先被點名出來的呢 日本 紐西蘭 英國 加拿大 還有法國 但是是否真的有可行呢 好 我們到時候接著看 接下來 導播可以給我下一張嗎 我們來看一下 緬北 中國說到打炸 最近真的是 頗有成績的 也讓大家看到了 以上 這些都是中國再度的通緝犯 這些人以前還沒被通緝錢 在緬北真的是話罪也跟黨 說什麼就是什麼的 但是現在呢 全部被列為通緝 白家 劉家 魏家 總共懸賞的金額呢 有10萬元 也有50萬元不等 那其中我們看到了 這位白映蘭 還有你知道嗎 他的閨蜜 就是另一個家族的千金 魏榮 他們都是這種 長得漂漂亮亮的 但是真的是蛇蝎 而且心狠手辣 白映蘭 你知道嗎 他被通緝的金額就是最高的 50萬人民幣的 而且白映蘭呢 他又名李夢娜 在重慶有戶籍 外界還稱他為愛心女神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在當地都成立一些 基金會 動不動就是給哪個單位送個什麼東西 所以營造出那樣的形象 殊不知這都是他們的人設 實際上他們在做的就是 詐騙 然後呢 大陸外交部翻案人毛寧 現在也 最近也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就是說其實緬北衝突啊 最近據說要有一個和談 還沒談 但是據說要有一個和談 中國也覺得 這是積極的成果 樂以待見 這個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下 央視有過這樣的一個報導 就是說 緬北由於它是處於一個 緬甸的軍政府 或是緬甸政府 所無法有效控制的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些武裝集團 有高度的自治的州跟邦 例如說善邦等等的 他們在那個地方控制著 那本來他們就開一些賭場 或是做一些貿易 跟中國大陸有來往 可是問題就在於 這段時間以來 他們轉型開始去發展 詐騙事業 對 發展詐騙事業 他們詐騙的對象是 中國大陸的普通的老百姓 而且也包括台灣 還有包括海外的很多的華人 那當然也包括東盟的 有一些當地的人都在內 但是以我們華人受傷最嚴重 對 他們詐騙的金額非常的巨大 那中國巡線一直在追 就是說怎麼會 這些詐騙集團這麼多 過去曾經破獲是在肯亞 所以在肯亞這個地方 直接派幹警跟透過外交 然後破獲了肯亞的詐騙集團 後來發現在老挝 在柬埔塞也破獲了 然後最後摸到底 發現在緬北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龐大的 這個集團 這個集團他們最多的時候 他們的據點有1000多個據點 每個據點不是只有一間辦公室 是很龐大的 比如說好像是像莊園一樣 對 像莊園一樣 而同時在做詐騙工作的 有10萬人 太可怕了 一天 每一天同時有10萬人 在電話開始做詐騙工作 那這裡面有當地的人 也有很多是從大陸騙來的 對 也有很多是大陸的人 跑去那邊做犯罪勾當 而中國大陸掌握了具體的情報 之後也有派臥底的 據說有臥底的警察被活埋 那中國大陸已經到人無可人了 所以就跟緬甸的軍政府 那麼進行外交的磋商 下達了最後的通牒 然後也跟當地的這些武裝團體 也直接說不能容許 這些毒害自己同胞的 這些行為 那當地的最大的那一個被破 被破破的 被整個殲滅的 就是他以為 反正我是在緬甸地方 我在緬甸的地盤 三不管地帶 三不管地帶 軍政府也跟我有勾連 所以你也不能奈我何 就在這個時候就爆發了 這個軍事的衝突 那他們被整個剿滅了 一窩端 對 一窩端 一窩端以後 軍政府也想借這個機會 去控制收復若干的地方 留下來的全力真空 那就跟當地的武裝集團 大家都在搶地盤 就爆發了衝突 那現在中國大陸的做法 就是介入了 這是根據美國資深的說法 中國大陸介入了 介入了以後 因為中國大陸對各方都有影響力 所以就成功的 把各方的這些軍事的領袖 跟緬甸軍政府的 他們就建立起一個 溝通的平台 那所以目前來講 在談這個如何和平的 處理這些事情 有進展了 所以美國資深就想挑撥 說中國大陸跟各方都有關係 其實事實上有關係才好 沒關係才怪 對 而且今天你知道 聯合國有個最新的報導 就是世界上產鴉片最多的國家 以前我們都覺得 阿富汗 塔利班 各位 塔利班還真的說到做到 他們去年4月開始 禁止在種植英素花之後 阿富汗的鴉片產量 驟減95% 那現在第一名是誰 就是緬甸 而且現在聯合國估計 緬甸政府處理不了這些毒品 對 因為他們會擁有 他們當他們賺了很多錢以後 他們就會建立龐大的武裝集團 那如果任他們繼續腐敗下去的話 未來他們就會跟 中美洲的那些黑幫一樣 也就是說擁有龐大的集團 再加上正商勾結 正黑勾結 那這樣的話就 這個毒瘤會越養越大 所以不趕快剷除的話 你這種 我們在法國有一個小說 叫做小王子 小王子裡面描述的 就是有一些爬藤 那些爬藤剛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小苗 小苗你這樣一摘就掉了 就是人類的顧喜 或者是說我們講的 這些犯罪組織 在它還沒有長大的時候 你隨便這樣一摘就摘掉了 可是如果你認它長的話 它會慢慢的會越來越大 然後把整個星球就吞噬了 所以你要不停的 在它還沒有出來的時候就斬掉 當然它講的是 人類的一些壞習慣 在它還沒有形成養成的時候 趕快摘掉 同樣的道理 對於黑社會的勢力 不能夠任由它做大 尤其是詐騙 毒品 然後跟黑幫 跟武裝 跟警察 跟治安單位 然後跟政治 跟商人勾結的話 你如果讓它整個盤間 盤根錯覺捲在一起 這個時候你要再剷除就難了 所以一定要在它 牙剛冒起來的時候就把它摘掉 對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等於就是 也下定決心了 這個緬北的問題 好 接下來下一張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收到了俄烏 終於看到了美國人的劇本露線了 好 最後一點時間 美國參議員自己說萬斯他說 美國你們看清楚吧 美國需要接受烏克蘭要割讓一些領土給俄羅斯 才能結束衝突 因為他知道 他說美國有頭腦的人都知道 這一場仗終將會議談判結束 他的意思是說不要再給錢了 好不好 不用再給武器了 那這就說到之前了 因為美國參議院嘛 阻擋了拜登 要援助烏克蘭的 600億美元的援助案 而且是所有共和黨參議員 通通反對 不要再給錢了 所以呢 哲倫斯基今天到美國國會去了 所以是不是拜登也沒轍了 你自己來演講吧 看你能不能說服這些共和黨員吧 今天的這場訪美 這個目前來講拜登面臨困境 因為烏克蘭戰爭是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烏克蘭背後其實是美國 美國是透過烏克蘭作為代理人 跟俄羅斯交戰 所以它是很典型的代理人的戰爭 在爭奪勢力的一場戰爭 這場戰爭看起來烏克蘭是贏不了了 對 那它變成無底洞 一直燒錢 一直燒武器彈藥 歐洲國家的現有的武器彈藥 已經供應不上了 所以現在只能依靠美國 美國現在也供應不了 所以美國只能給錢 然後再請韓國他們給武器彈藥等 可是韓國目前的情況 跟朝鮮的關係也越有緊張 好 那現在怎麼辦 這場代理人戰爭 最終相當有可能的 就是按照GG級當初所擬定的 割地求和 對 這是唯一的結局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已經佔領了 12萬以上的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它也投下這麼多的錢 也被歐美的國家經濟制裁 然後它的生命 暫時也死了這麼多人 對 所以對俄羅斯來講 不拿走東西 它是不可能無條件 就撤軍了 是的 但是現在很明顯的 媒體一片是不看好的 而且這是西方媒體 烏克蘭第一夫人 前幾天就在那邊 一直要錢了 西方國家再不給我們錢的話 烏克蘭會面臨致命危機 但是紐約時報就說 烏克蘭你們很不切實際 你們應該要勒緊褲帶 逼俄羅斯談判好嗎 美國過去兩年已經 援助烏克蘭超過1000億美元的援助 他講到的一個點就是 現在美國歐洲 淡盡良絕 沒辦法再給你了 那這個科比不用說 他就是講一些官話 拜登還是堅定不移的 會援助烏克蘭的 我們還在努力 但德國智庫講的就比較實際了 他說原污的金額大減9成 幾乎就沒了 所以歐美卡關現在也前景不明 連華爾街日報都說 就算我跟你說 俄羅斯如果贏了這場戰爭 他三到四年還可以再重啟其他攻勢 表示美國要削弱俄羅斯 根本沒有削到 這個華爾街的這個文章 事實上是在於煽動 歐美的國家要繼續給烏克蘭錢 他的邏輯是這樣 說如果你再不給他錢 那等到他恢復元氣之後 他會去侵佔更多別的國家的土地 他這次在危言聳聽 因為我們都知道烏克蘭的戰爭 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對 也就是說你美國跟北約 不要去煽動烏克蘭 改變他的永久中立的地位 那你要他加入北約 加入歐盟 所以造成今天的這個結果 當初基辛吉跟梅克爾 已經一直在苦勸 這個烏克蘭人的領導者 不要犯這個錯誤 對 那很明顯的 哲連斯基犯了這個錯誤 那哲連斯基會犯這個錯誤 也是他為了自己而做的選擇 是因為他知道他不符合 烏克蘭人的眾望 所以他如果不加入 不聽美國人的話 他的總統絕對不能連任 因為當時他的民調支持度 跌得很低 而且準備根本就會落選 在這個情形下 我們看到這場戰爭爆發了 現在這場戰爭贏不了了 贏不了的情形下 也會連帶的拖累了 拜登明年的選舉 所以目前拜登怕烏克蘭不打 投降了 一旦投降 拜登明年選舉就不用選了 所以這根本都是政治題 還有最後來兩分鐘的時間 我覺得美國真的這樣很不公平 還記得嗎 你看現在最新報導 以色列用白鱗彈攻擊黎巴嫩 華爾街郵報說 這些炮彈碎片分析 這白鱗彈是美國給的 但是美國國務院居然說 我們正在尋找更多資訊 我們看到白鱗彈的傷害 我們都會加以關切 但很明了 以色列用白鱗彈 美國就說 我們還會再去查 但俄羅斯使用白鱗彈 都還沒查就說 俄羅斯你這樣不對 你這樣違反人權 你怎麼可以使用白鱗彈呢 所以美國的劇本 美國的兩張嘴臉 馬上看出來 最後一分半 這也就是為什麼 美國在國際間的信用會破產 因為白鱗彈 基本上是很殘忍的一種武器 您從空中可以看到 或是從畫面 它灑出去就是這樣子一種 散開的 那它是一種磷 它碰到皮膚以後 它就會一直燃燒 它都不會停止 它要一直燒到它沒有為止 好可怕 所以它會燒到劍骨 甚至在骨頭那邊 繼續燒下去 所以它是人類間 非常殘忍的一種武器 聯合國裡面是多次禁止說 不要用白鱗彈 但是看起來 美國很明顯的就是供應以色列 去用這個武器去殺人 對 所以看到了吧 美國不僅不加以制止 告訴你 以色列用的白鱗彈 就是來自美國 所以到底誰 才是為了世界和平在努力呢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如果說你會繼續做好嗎 我會讓我看看 是不是很快做的 損失了 但現在我們可以做好嗎 我會提供的 我會做好嗎 我會做好嗎